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多元回归,也就是负回归 什么是多元回归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简单回归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说,我们的预测变数就是我们的X独立变数 不止一个,前面的话呢都是A加上BX 现在我们这个BX的话呢要扩增,就变B1X1,B2X2 它这个预测的变数增多了,我们称为多元回归 它不止一个了 像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呢,情况就会比较复杂 那么多半来说我们处理方式比较倾向于不是在用比算 而是在用的是用电脑来计算 那么我们在做多元回归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除了跟简单回归一样之外 我们还要增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预测变数不止一个 有一个或两个以上 那么我们希望尽量的要去避免所谓的贡献性的问题 何谓贡献性呢? 就是说,这个预测变数之间相关的系数 尽量不要相关 因为相关来说的话 其实这两个系数本身就是相互影响非常大的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预测的变数 不要都拿出一些类似情况的一些变数 所以希望相关系数怎么样 越小越好 而且我们希望它的预测能力 X1能够预测Y X2也能够预测Y 越高越好 跟它们的相关越高越好 每一个系数都跟它相关 但是相互之间又不太相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避免什么问题呢? 多元的贡献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当然这是一个参考 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变数 相关系数一般来说太高的时候 我们就取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就不要了 如果高于0.8 基本上来说 那两个贡献性太严重了 那么会有一些交互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就留其中的一个比较相对重要的就好了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 负回归就是多元回归的一个模式 这是它的系数 系数就会变得比较多了 那么我们在做多元回归问题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找出回归系数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 那么估计固差的标准物 这个我们也一定要 算它的信赖区间 有了这个回归系数的标准物的话呢 那当然信赖区间也没有问题了 还要有一个什么呢 还要显著性 回归系数如果不显著 那么后面这个就很重要 配置度就是所谓的判定系数 R square 算了这个之外 显著性不能没有 那这些部分都是我们需要去验证的一些资料 那不过非常好的就是说 不论是什么统计软体 只要我们输入了我们的相关资料 它都可以帮我们全部列出来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使用Excel来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要检定这个复回归 跟一般的回归的话呢 差别来说的话呢 只是扩增而已 那么利用ANOVA的表来检定的话呢 是这样子说的 原来的话呢 是B1等于0 现在我们就不止了 B1 B2 这个叫做beta了 Beta是指的是母体 一般来说的话呢 B1是样本 那么Beta1 Beta2 这是我们的母体的这个复回归的系数 我们假设为0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这个回归模式啊 是完全的话是没有意义 那么对立假设是什么 只要上面是不是全为0 那我们就只要不全为0 那我们就是对立假设了 你知道有一个不是0 就拒绝H0 那么ANOVA表是这样子说的 我们一样分成三块 这是Total 这是Arrow 这是Regression 这是回归 那么Total的话呢 它的自由度 总共是N的话呢 就N-1 那么 这个残叉来说的话 这边有几个变数呢 有K个 严格上来说 再加上一个 结局 就变成了K加一个 所以我们 减K又减E 那么回归 总和的这个 只要解掉这个 那就是这个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度 那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的 一样的 利用军方 回归除以这个 这是一个卡方 除以自由度 各自的自由度 形成了也是一个F分配 然后再找出的临界值 就是查表的 查出了临界值之后 我们比较 只要是我们这个F值 比临界值还要大 那么我们可以说 是拒绝H0 就是结论显著 那么这部分来说 就是统计显著性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实际 来操作一个例子试试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这左边的这个是 Anova表 那么他要我们是说 希望能够我们把这个 Anova表能够填满 完成左边的Anova表 现在来看 这是总和是什么呢 这叫做SST 它的自由度是45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结论呢 当然所有的资料 N有几笔 46笔 那么现在再来看 他有什么 三个预测变数 那么残差 它的自由度 会要降降了几次 三个就是 X1 X2 X3 还要再加上一个 A一个叫做B1 B2 B3总共要几个 四个增加一个 拮据的部分 减4 所以46减40几呢 42 我们把它填下去 那么回归了几个 45减42 那当然就是三个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SST等于SSE 加上SSR 那么后面减掉前面 就是这个 那这边就是220了 现在再来看 军方的这一部分 军方就是所谓的 SS去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么这是220除以3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73.33 再写这个 这个的均方是多少 250除以42 那么我们算一下 5.95 好了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这也算出来了 那我们的F值就可以算 这边不用算 F值是 上面这个 除以下面这个 我们算一下 所以结论显著 那他这个模式 这个模型 这个方程式 是有意义的 那么现在 这一步已经结束了 ANOVA表结束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谁 判定系数 R square是怎么算的 R square的话呢 是SSR除以SST 占了它的比例 回归占我们总和的比例 SST 我们先算一下 是多少 470 SSR是几呢 220 所以我们两个的话呢 去做一个相除的动作 SSR除以SST 这就是R square 所以是220除以470 我们算一下 0.46 也不算高啊 但是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 判定系数 那么减定H0 B1 B2 B3 等于0 这一部分来说 我们在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这个的意义的话呢 跟我们前面的ANOVA表的话呢 讲的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结论显著 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是高于零界值 至少有一个βi 不是0 那么我们拒绝H0 现在这是一个复回归的输出与操作 那么我们要直接使用Excel的话呢 来解这个复回归的问题 这里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 只有Y 只有X1 X2 那我们来使用Excel表 那Excel的话呢 当然就一开始就开启Excel 我们首先把相关的资料 先贴到Excel上面 左边的这边是一变数 就是所谓的Y 右边的这两行的话呢 是X1以及X2 这是两个独立变数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回归方程式 使得说Y等于多少的 X1加上多少的X2 再加上一个常数 会变成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归直线 那么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开启的是资料 点下去资料 资料这边有一个叫做资料分析 然后呢 出来以后它这边有一个对话框 这边我们要选择 回归 按确定 确定之后 它这边上面第一个问 输入Y的范围 我们点Y的范围 点下去 记得Y要连这个title一起拉进去 好 我们点选完毕之后 再输入X的范围 这次我们就要小心了 X的范围 它其实是有两个部分 因为它是复回归 那如果说还有X3X4 我们继续增加 没有关系 好 我们点完了之后 一样的 我们加上标记好了 再加上要不要残插图呢 我们来看样本回归图好了 我们点下去之后 按确定 资料就全部出来了 这是X1的X2的 来我们看看它的结论 这边的结论是 R2是多少 0.96 非常的接近1 不错 这个是配置度还蛮好的 非常接近1的 表示它很多的资料的话呢 能够贴近实质的资料 好 再来 现在我们来检视的是 ANOVA表 ANOVA表的话呢 总共有几笔资料呢 一共有八笔的资料 那我们这边自由度就是7 这个是扣掉3 所以八笔资料扣3就变5 回归是2 这个回归就是指的就是两个系数 那这个的话呢 那这个的话呢 是N-1 这是N-3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地方都一样 SSR SS1 以及SST 重点是F值 我们发现显著性 非常的接近0 它小于0.05了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结论显著 说明的是什么 说明的是 我们的这个model 它 是没有问题的 是具有意义的 再来看这个是 结局 结局的部分 系数是 这个结局就指的 就是我们的A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是B1 这是B2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的P值 显著性来说 这个X2 比较接近0 它达到显著性比较高 这也是 那X1的话呢 稍微差一点 0.22 那么 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的这个结论上面 就写了 我们的回归方程式就是 Y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叫做多元回归 也称为是 负回归 那么 其实它跟 简单回归的 基本假设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只是说 它的这个预测变数 超过1 那么 既然超过1 那 我们的 考虑就要更多一点 重点在在于 贡献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必须要讨论 那么 在 负回归来说的话呢 就不会像是 简单回归 我们用手算 就可以了 负回归多半 不太可能 每次都是用 笔算 很容易算错 而且算得很辛苦 我们都是用 软体操作 那 不论是 Excel 应该都不太有问题 我们常常用的是 SPSS 或者是 SUS 那我们的话呢 常常使用的是 这些软体 那 这些部分来说的话呢 Excel的话 虽然是说 它没有像后面 这些这么样的强大 不过 对付一般的回归来说 它也都还够了 那么 独立变数来说的话 那 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提到的 那么 一般来说 常常会用到的 比如说 像是 虚拟变数 比如说 像是 男生 女生 我们可以用 01 像那种 所谓的 虚拟的变数的方式 来做取代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另外会 在其他的单元中 再次来做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